這個說明當然還有其他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所有物件這邊都有 包含就是說像什麼Shop物件 或者是說其他的 像序值物件這邊其實也有啦 你們不妨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OK 這個當然有點像是 官方提供的一個電子書啦 好處就是F1就有了 不用花錢 但是缺點是說 它幾乎感覺好像就是 是因番中的結果 而且還完全沒有論事 所以你看著我剛開始看著 看很痛苦 後來我發現換個角度 就是說反正我看重點就好了 至少我覺得聊勝於無啦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剛剛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修改這幾個啦 有沒有就是 最後我是有把那個註解給加上去啦 有沒有所以 新增一個折線圖啦 然後底下這個就是標題跟樣式 然後取消圖例 有沒有 如果你有加註解上去的話 好處就是一目了然 但如果不加也OK啦 如果我發現 你不加之後你看不懂啊 現在可能還看得懂 回去可能沒多久 馬上就忘光 差不多了 OK 好那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們希望可以再結合 剛剛的那個樞紐 樞紐表 不過之前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執行兩次 先執行這個樞紐表 再執行樞紐圖 可是如果你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你再加一個SUB 這個SUB的名稱 叫做 歷年切道折線圖 有沒有 然後呢 裡面就是先 Core 樞紐表 就這個 再Core 樞紐圖 樞紐圖 因為它是錄製的 所以它放在Mod3 那我其實希望說把它放一起 所以你可以把Mod3這段程式 SUB到EndSUB剪下來好了 然後放在Mod2的樞紐表的下面好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好少啦 不然的話我發現有些同學 常常就是一直錄 然後錄了很多Mod3 最後自己程式放哪裡都不知道 而且甚至很多是重複的 所以我建議啦 你將來可能要整理 這個Mod3裡面就沒有的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然後把它移除 然後要不要匯書不要 OK 這樣比較精簡 所以將來也許你可以再稍微把 你的模組裡面的程式 稍微整理一下 不然我發現很多同學 自己已經有寫過很多程式 以後都找不到 另外的話順便也可以知道說 模組這邊有清單 也就是你將來 你又寫幾個SUB 這邊都會出現 這個Mod2 裡面就是放了 有三個SUB 第一個是樞紐表 就這一個 第二個是樞紐圖 在下面 第三個是這個 有沒有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它好像是按照筆畫的順序吧 我不知道 反正你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二合為一 然後我一樣在總表裡面 把剛剛那個工作板刪掉了 然後我這邊加一個按鈕 加按鈕很簡單 其實就是我習慣是拿這個按右鍵複製 為什麼 因為會一樣大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然後再把它按右鍵 重新指定哪一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一個 然後把名稱再複製之後呢 把這個改成我要的這個名 OK 好啦 接下來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了 把二合為一了 試試看 如果點下去之後 看到結果是 先畫出表 再畫出圖 那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點下去 OK了 大概太快了 你根本完全 根本沒辦法看到細節 對不對 OK 所以我跟各位講 電腦好處是 你畫一個是這樣 你叫他畫一百個 他也是不到一秒 OK好了 畫一萬個 他也一下OK了 而且他基本上 最喜歡做重複的事 但卻是你最討厭做的事 而且他晚上可以不用關機 甚至你多久要叫他做一次 或者幾點幾分做一次 其實也都可以 剛剛同學剛好來問一個問題 剛好就是可以做那一件事 如果你想知道 怎麼樣他重複做 其實就是可以再學一個什麼 再學一個物件 叫做Application 然後呢 他裡面有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有點像鬧鐘一樣 On Time OK 那這個方法就是我 他可以做到我剛剛講的 多久做一次 跟幾點幾分幾秒去做 那第一個就是說呢 他有點像是 怎麼講 時間多久 比如說你指定一個小時做一次 你就設定一個小時 做什麼樣的 哪一個Sub 你跟他講哪個Sub 那On Time的話就是 幾點幾分幾秒 就像鬧鐘一樣 那設定方法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記得這個Application 不會的話其實這邊有個點下去 有沒有On Time 你就打一個On Time 其實我習慣會在這邊打程式 如果假設要練習 你可以記一下Ctrl-G 他這個叫做即時運算視窗 可以在這邊試試看 你可以Application 點有沒有 點下去 他有個On Time 其實他還有很多 什麼On Repeat On Undo 有沒有一堆 其中有個On Time 那一樣呢 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 他到底能做什麼的話 按F1 裡面就有該有啦 其實我都會參考這裡面 但On Time後面要加什麼 如果你還是看不太懂 底下其實有範例 這個範例就是15秒 有沒有 之後呢 做一個這個 這個就Sub名稱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改成 例年切到折線圖 就剛剛那個Sub 他就會每15秒鐘 去執行畫圖的這個動作 OK 還沒有 那你想說 老師 那如果我想要 每15分鐘呢 很簡單嘛 你就這一行Copy貼上 改這個名稱一定要 Sub名稱改 另外的話呢 這個如果是15秒 你要變15分 那就改這裡比較好了 10分秒嘛 OK 應該可以看懂嘛 那至於前面這個一定要啦 一定要把它轉換成 那個時間的格式 否則他會看不懂 那NOW的話呢 指的是他會抓系統 目前的這個日期跟時間啦 那底下的話是鬧鐘 幾點幾分幾秒 它24小時制 所以你要在下午5點 執行什麼的話 那你只要什麼 把這個改成 改一下Sub名稱 例如說歷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在5點鐘的時候呢 執行一次 OK 他就會時間到就幫你去執行了 不過切記一件事情 之前有個同學很妙 他說老師 那我一定要開機嗎 你如果開機 那怎麼run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要不要去開Excel 他一定要啊 OK 所以如果你Excel也沒開 電腦也沒開 那當然一定不 可是如果電腦開 Excel也開 然後這個程式也被執行中的話 那他就會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啦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Excel 他可以幫你做出類似鬧鐘功能 跟重複多久執行一次程式的功能 那就很好用了 OK 那至於細節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去try下去看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比起你用其他的方法 像Python也沒那麼好 Python的話 如果你要執行這件事情 哇 真的也是蠻麻煩的 你要還呼叫別的 很複雜的模組 要不然還要去動用到系統的 那個排程 我覺得很麻煩 反而這個時候 突然想到VBA變簡單了 VBA真的很好用 什麼就這樣而已 沒別的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推薦給各位啦 如果至於你們RUN的結果有什麼 你可以再反饋一下 OK 其實都很好用功能 只是說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會啦 OK 只是說 這個 大概順便提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 待會請各位 就是再增加這個按鈕 就把它FINAL了啦 所以這個地方 反正我們FINAL就是按下它 它可以幫我變出這個東西來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也就是這個是樞紐表 這個是樞紐圖 OK 不過順便講一下 這邊會有個BUG 什麼BUG 如果你再按一下會怎麼樣 會有BUG 會有BUG 什麼BUG 因為我們按下去就知道了 再按一下哦 你會發現 該名稱已存在 請嘗試使用其他名稱 你按真錯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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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行出錯了 這一行出錯了 這一行為什麼出錯呢 這行出錯呢 所以其實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那要怎麼解 其實當然我的習慣 你們可以想想看 我後來是這樣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我會在 在這個上方 或者是甚至是在樞紐表上方都可以 先寫一個 檢查到底這個名稱是否存在的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檢查方法就是 你可以寫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一個一個檢查 這個是不是歷年切到折現度 這個是不是這個 檢查完如果是就把它刪掉的意思 那怎麼檢查 for i 等於 從第一個 它的那個 should index 1 1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怎麼知道 最後一個有多少 它有一個屬性 叫shoulds.count 點count就是說 你幫我算一下 到底工作表數量有幾個 enter兩下 然後你打一個next 之後的話 就是它會幫你去check 那check怎麼check 如果 如果什麼呢 那個shoulds 第幾個shoulds 第i個shoulds 第i個shoulds 就是加一個這個i在裡面就對了 然後它的名稱叫.name 剛剛不是有用到這個屬性 如果等於這個名稱 哪個名稱呢 就是歷年切到折現圖 所以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放到這邊來 讓它去check一下 如果這個邏輯發生的話 then 然後做什麼呢 然後enter兩下先打 enter一符 頭有尾先打 很簡單 把那一個 那一個 什麼呢 工作表幫我刪掉 刪的話是什麼 點什麼呢 點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把它這樣子 就OK了 好一樣嘛 所以我寫了這個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讓它倒車 倒車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有時候程式 在VBA裡面寫程式 其實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因為它真的滿友善的 可以倒車 因為其他語言 好像說真的很少有這種 可以倒車功能的 除了VBA裡面 我好像很少有其他語言可以 如果有的話 你再告訴我一下 然後有沒有 按F8 這個時候的話有沒有 I等於1 1的話是這個 那第一個的名稱 這個的名稱 是不是叫這個 是嘛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邏輯為True 為True的話 它就會進到這邊來了 然後它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把它delete掉 OK delete掉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 就離開了 有沒有離開 沒有離開 它會一直在往下找 不過跟各位講 它只會有一個啦 所以 如果假如已經刪掉 我建議你乾脆底下再補一個 叫Is this Fall就可以了 為什麼一次Fall 因為不會有第二個了啦 所以你不用找了 就直接 假設你第一個就刪掉了 那不會有第二個 所以你就跳離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建議是補一個這個 那這樣的話 你再去新增 這個底下的話呢 就不會有bug了 OK 有沒有 就這樣 所以再來一次 這個可以刪掉 也就是說 如果剛剛那個bug 你要解掉的話 這個不用刪 有沒有 它會先刪掉之後 再重新加了 OK 應該還蠻不錯的 這一行 那這個程式嘛 我又把它放在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 找一下 應該是在比較上面的 就是在樞紐表的 這個地方 有沒有 for i 等於 1到蓄點抗 總共幾個嘛 但是呢 我有多一行這個 這一行 這個叫什麼呢 你會把application.displace.learn 等於force 那你說 老師那你剛才為什麼沒寫 我跟各位講 因為在那個 Excel的 好像是2013以前的版本 它如果你假設要刪除工作表 它會跳 是否刪除工作表 那你一定要按下4才能刪 如果你按for就不刪 可是那個訊息 它會一直跳出來 你就覺得不升起擾 所以假如你不希望有跳那個訊息的話 那你可能要加一下 我剛才沒加 主要原因是因為 後來我發現 好像2016以後的版本 都不會跳了 所以這個是有版本差異的 順便講一下 也就是如果你要向下相容 那這一行 恐怕要加一下 比較保險 所以我剛才是沒加 沒有加好像沒有影響 那是因為新的版本 但如果你用的版本沒那麼新 那這一行務必要加 OK 順便講一下 這個應該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6頁 這個請各位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一樣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請各位整合 整合的那個就是 加一個叫列年切到 折線圖的SUB 你可以加上面 你可以加下面都可以 然後用Core Core樞紐表 再Core樞紐圖 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不然的話你可以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7頁 17頁我也有放一個 叫列年一個SUB 叫列年切到折線圖 OK 把它二合為一就對了 好 那我們現在 等於就是把列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按鈕 已經就解決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是希望按下它 它就自動幫我產生 樞紐表、樞紐圖 OK 那下一次在按的時候呢 它不會因為已經有一個 而產生什麼 重複 它會 所以我們會先做一件事 就是Check 到底有沒有一樣的 功能名證 有 就參 沒有 那就沒關係 OK 所以 剛剛那個回圈 主要的目的就是先檢查 名稱是否存在 OK 因為 在Excel裡面那個工作表名稱 是不允許重複的 OK 試試看喔 這個其實 蠻多地方都是要注意的 不過其實說真的 用來用去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所以待會兒 我們又要再畫另外一個 有沒有 各區的那個 到底12區裡面的切到 哪一個是比例最大 我們畫 之前好像是畫一個圓形 圓形圖的樣子 所以喔 同樣的方法 我希望再做一個圓形圖 然後做法其實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怎麼做 OK 試試看喔